你欺负我的人 也要先问问我 同不同意 贾经理 您对于法律方面 好像不是很了解 劳动法规定 只有在以下几种情况 可以辞退员工 一 适用期内 不符合录用条件 二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 规章制度 三 严重失职 循私舞弊 给用人单位 造成了重大伤害 四 与其他用人单位 签订劳动关系 五 按规定 劳动合同无效 六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请问您 杨华他违反的是哪一条 二 请您想清楚再说 杨华他对于外部金融单位 托银行发布的产品的风险 提出了合理的质疑 请问他违反的是哪一条 那根本就不是他的工作 客户经理的工作之一 就是服务于客户 这是对银行负责 也是对客户负责 请问 如果这都不是他的工作 那什么才是他的工作 你 你这是胡找蛮长 您这才是胡找蛮长 劳动法规定 在试用期内 就算用人单位发现 劳动者不能胜任该岗位 也不构成辞退理由 公司必须对劳动者 进行岗位培训 这是用人单位的义务 就算你们想辞退员工 也必须提前三十天 以书面行事通知 并且支付劳动者 该段时间内 所有的劳动所得 归公司现在的所作所为 已经违反了 劳动法相关规定 仲裁院新闻媒体 你想走哪儿 我们奉陪到底 不是 你到底是谁呀 我是浦江成语会 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 我叫秦施 你欺负我的人 也要先问问我 同不同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律师 叔叔在这呢 不早说 就是 来 今晚回去好好陪媳妇了 太厉害了 秦律师 果然是你啊 我们又见面了 你在这里做客户经理太可惜了 你在这里做客户经理太可惜了 要不要考虑来我公司 要不要考虑来我公司 邱总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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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